在教区工作是寫一些教材 所以对于一些基础的神学知识都算是熟悉 我其中负责的一个课程 我们会借这个地方借责合同 大概一个月一次就有个同学聚会 就讲一下上堂的东西 今天杨孝明就听到我讲 就觉得不如你都公开讲一下那类内容 就形成我们今天所谓的讲座的内容 我们希望尽量会跟着下去 就像Camry那样说 我们是好像一个补习班 这个所谓补习班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想很多教友上了舞蹈班 听了很多道理 但他其实不太知道那些道理是什么 读神学就是这样的原因 但未必人人都有时间读神学 而且神学我们的经验也不是那么容易读 所以就想制造一些鸡精出来 就希望安排一些可能多人关注到的课题 我们会讲一下让大家明白多一点 其实你在信的信仰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含义的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我自己有定个小小的目标 今天的讲座就是希望我自己不要讲那么多 我上堂的经验就是我自己都讲完的 我其实比较要求大家讲话的 但我希望今天不要自己讲那么多 原因是什么呢?补习就是这样的 上堂教书当然是老师讲完 补习就是通常同学很多东西问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多些机会给大家 未必出来讲的 大家之间都可以讲一讲 大家都可以谈一谈 然后那个问题会呈现多一点 所以你看到安排了 第一章就是这样 今天的主题就是讲天堂和地狱 在你心目中可能在在有人只是上过舞蹈团 也有些同学是读了神学的 我不认得大家了 就是太多同学 我不认得你读哪个课程的 样子有很多都认得的 但是读哪个课程我未必认得 如果是读我们神学普及文贫课程的那些 如果读到四年班就读过末世论的了 那你就会比较清楚 在在有不专业的同学 他就应该熟悉一点 无论是哪个level的教友都好 在你心目中 天堂和地狱是怎样的呢 你就给大家两分钟时间 你和旁边的那位谈一谈 是啦 动不着呢 动不着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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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貿易先生的員工 好,不好意思,時間差不多 好,大家都很熱烈 有沒有人想說一下 你可以不說自己的那個 你說聽了那個也可以 大家怎麼看天堂和地獄呢 有沒有人可以說一說 有沒有人可以說一說 天堂給人感覺是一個開心的地方 地獄是受苦的 我們就是中間 所以我們會經歷好事和不好事 好,多謝你 於是他擺了個位置 我們現在在中間 天堂在左邊,地獄在右邊 或者上邊和下邊 或者上邊和下邊 不知左或右還是上或下 就是一種說法 有沒有人會說一下自己其他 是 是不是呢 天堂地獄 甚至是基督宗教才有天堂和地獄 你說佛教都有 不過佛教主要是地獄 沒有天堂 只有一遍 好,還有沒有人想說一說 是 我覺得天堂和地獄 都是在你的心裏 是 因為如果你是他外那邊的時候 你就會在天堂那裏 但如果你永遠在這裏糾結 或者你很多仇恨 很多苦惱 或者你犯很多罪 那你其實就已經在人間地獄 是 所以我覺得你究竟這個心裏 沒有天堂呢 就看你自己的事 是 我覺得是這樣 這個說法和第一個說法 表達就不同 是吧 第一個說法有位置 有上面和下面或者左邊和右邊 這個就沒有位置了 這個是在心中 在心中 即是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那種說法 是吧 即是那個表達是這樣的 大家可以留意的 其實無論你講哪一種都好 無論你講哪一種 其實它是一種叫做表達方式 表達方式 即是你嘗試 其實你在做甚麼呢 你的表達方式就是 你聽了一些道理 你聽了一些道理 你結合自己的經驗 或者得著 然後你嘗試去解釋這個教會的道理 是吧 你通常就是這樣 或者你自己的感覺是怎樣 這個就是一個表達方法 我們有時是因應自己的心情 或者因應處境 或者因應需要 於是我們會有一種說法 所以我們要留意的 其實這些說法 凡是這些說法 它是有所謂表達的局限在裏面 即是無論哪一個說法都好 譬如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有個家庭 就養了一隻狗 生了一個小朋友之後 就開始養一隻狗 結果那個小朋友十歲 那隻狗就死了 好了 那隻狗死了 然後那個弟弟就不知道 甚麼叫死了 就問媽媽 那隻狗去了哪 媽媽怎樣回答它呢 媽媽就說那隻狗去了旅行 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旅行 這個很常我們會說這個說法 那它是不是真的去了旅行呢 它不是真的去了旅行 它其實是死了 我們會用一些類比的方法 類比的方法 去解釋一件事 那這個類比的方法 其實有很多時候 為甚麼要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死很難解釋 給一個十歲的小朋友 不過十歲其實都很大 我應該講小一點 可能五歲這樣 它很難明白這件事 於是我要用這樣的方法 去解釋給它聽 但是這個小朋友 漸漸大過之後呢 他會不會 見親人死了 就說他去了旅行 不會吧 他不會說是喪禮的話 你不會問 世伯今次去哪裡玩 他不會這樣說的 他自然大 他就明白這件事不是旅行 但有時候我們 其實保禄都說過 所以保禄說 我們最初領洗的話 就好像弟弟那樣 就要吃奶 但後來大了 就開始要吃正常的食物 其實我們都有少許是這樣的 你作為務道者 你作為務道者 道師教你的時候 他就會用這些 很貼近你 或者很生活 或者你覺得容易掌握到的東西 你容易掌握到的東西 去教你的 但如果你拿著這些東西 一直拿到尾 有時候就會出事 有時候就會出事 所以反過來 可能在座也有些人 是務道班的導師 你同樣要留意的 就是 你去跟務道者說 你也要搞清楚 其實你是把死亡說成了旅行 你就不要當真的去了旅行 如果是的話 那個務道者就會很糟 他會遲些跟別人說話 就會說到錯了 所以你要留意這一點 留意這一點 就是說 我們的表達本身 是幫助我們去理解那件事 但它是一個工具 它是一個工具 它本身不是一個絕對的答案 但有時候我們會把那個工具 當作是絕對的答案 所以剛才兩位說 是沒有矛盾的 你們兩位說 你可以說到 天堂就在上高 地獄就在下低 我們在中間 這個不是問題 因為這個是幫助我們去理解 其實就是代表什麼 天堂是好東西 上面是好東西 下面是壞東西 這個說法是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真的去這樣說 說到最後 你說到是怎樣 用傳統的說法 天堂就真的在上面 地獄就真的在 一路轉下去 轉到地底什麼時候 你就會轉到地獄 這樣就是問題 你明白這個意思嗎 其實你在用這種表達 同樣地 你說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也都沒有問題 它確實是 裡面是有一部分的真理 在裡面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變成了 有教友就說 是不是 我現在就活在天堂 我現在就活在地獄 我昨天就在天堂 今天在地獄 明天在煉獄 我搬來搬去的 其實不是在說原本要說的道理 所以我問大家是怎樣的時候 就是想讓大家去… 其實這件事是… 我們今天說青狼地獄 但事實上這種理解方法 就是我們理解信仰很多的內容 都需要掌握的 需要掌握 就是你不要給… 甚至是聖經的語言 或者教會的教導的字眼 變成了絕對 你要明白它背係是有甚麼意思 這才會幫助我們 真是比較清楚明白 其實教會在說的道理是甚麼 所以接下來我們可以看一看 不好意思 按錯了 這些就是聖經講 講天堂和地獄 在舊約當中 當然舊約其實是沒有地獄這個概念 在舊約裡面 舊約的概念就叫做陰虎 大家看到第一個 因為在你所要去的陰虎內 在舊約的人所理解的陰虎是怎樣呢 就是沒有功翻 這個應該是天堂來的 所以本來是 用今天的處境是天堂 在舊約裡面就是地獄 沒有計劃 沒有學問 沒有智慧 這個躺平的狀態 就是這樣 這是舊約的描述 所以你看到的 他的理解就是這些 他其實是用他當時的生活 在他當時的生活 會覺得一個人勤奮工作 生活很有計劃去做的話 這個是正常的 如果全部都沒有了 其實他想說陰虎就是 你癡癡呆呆地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就沒事了 其實在舊約裡面 這個陰虎不是地獄 陰虎是他們的描述 但是他死了就好像是靜止了 為他們而言 但同樣的 如果我們看這些字眼 用我們今天的處境 這個就很明顯不是地獄 這個就是演繹時代的不同 另外呢 在伊勢耶先書裡面看到 陰虎是怎樣 這個有些具體一點 這個地獄一點 你下面是追 上面是蟲 他就是從一個生活實況去認知 他看過死了的人會腐難 於是他聯想到死後的處境 就是被這些追蟲圍住 這是一個很可報的處境 就是這個舊約的描述 接著已經是新約 我搞錯了 應該放在後面 這裡是新約 去到新約的話 其實新約 都沒有很清楚地獄是怎樣 但在譬如耶穌的說話裡面 就是要受到火獄的刑 火獄的刑 另外一篇 另外一段就是說 你也要預備在永火裡面 永火裡面去 就是耶穌的說法 這個對我們理解地獄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影響 雖然剛才幾位都沒有人說這種形態 但如果大家知道 在傳統裡面 地獄和火是有很密切的關係 它的根源是來自聖經的 因為聖經確實是這樣寫的 你要受到火 而且火不是間歇性的 即是不用煤氣的 它的火是永火來的 可持續發展的火 由此 其實教會一路發展下去 關於地獄這個道理 就圍繞著這個異象 即是火燒這個異象 地獄就是有火燒 有火燒 到中世紀的話 其實就有很多圍繞這種懲罰 還有這個火 那個火其實是一種刑罰 譬如火肉的罰 是一種刑罰 所以另一個概念 地獄就是佛理的 佛理的 在這個發展過程 我這裡因為不是真的 講書這樣講 我就不詳細講 所以就會發展到幾個概念 火、刑罰和審判 因為有罰當然有判 判你有罪 所以才會罰你 這些概念就出現了 我們今天對於地獄的認識 對於地獄的認識 基本上就是圍繞這些概念 我猜在座應該有不少教友 都會是這樣 可能你上武道班 或者你自己的感覺 對於地獄都是這樣理解 就是 如果一個人 在現世犯了錯 到最後 天主就判你審判 審判你就落地獄 落到地獄 那個痛苦就被火燒 可能最後這部分 就少些的 現在我們現代人比較仁慈 沒有那麼多 但是古代就很明顯的 甚至到中世紀的時候 其實這種概念 就發展到臨離盡致 在中世紀的神學家 經常討論 究竟火燒燒你什麼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想過 像武道班太乖了 你們沒有這樣想 或者 那些神學家就在想 究竟燒什麼呢 究竟 如果燒個身 那便會燒光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想過 中世紀的神學家 是想這些 燒你的身便燒光 燒光便沒有 所以應該燒靈魂 那靈魂是怎樣燒的呢 有很多這些討論 雖然他是神學家 其實他犯的問題 就跟我們剛才的情況很相近 就是 在聖經裡面 其實這是一個象徵 是一個象徵 當我們要表達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避免 要用一些實在的東西去說 特別是在這個問題上 就是死了之後是怎樣呢 死了之後是怎樣 其實沒有辦法直接說到的 你必然是用某一些語言去表達 在耶穌的時代 他用的語言就是用這種 刑罰 火焰 用這些概念 幫我們明白 就是死了之後 你是很慘的 如果你是去了地獄 就是慘 就是痛苦 就是這些概念 這個就是 其實聖經本來想表達的東西 所以大家記住 你們回到後面 我們講到後面 講現代的解釋 你就要明白 就是要回憶這個部分 就是 其實你說原來沒有火的 原來地獄 甚至某個程度上 原來沒有地獄的 講到後面的時候 你就要明白 就是因為 我們這些火呀 刑罰呀 甚至地獄這個概念 其實是幫我們去理解信仰 它不是一個真實的描寫 因為 因為 寶錄也是這樣說的 寶錄他說 我們現在是藉著鏡來觀看 模糊不清 他說現在就是我們現世的狀況 其實我們關於信仰的一切 特別是死後的一切 就是我們超越生命的一切 跟天主的一切 我們今天就好像對著鏡這樣看 這個也是有社會實況的 你今天說的話 對著鏡這樣看清楚得不得了 但是在寶錄的時代 那些鏡可能是黃銅鏡 所以是模糊不清的 但是去到那時候 你終於見到天主的時候 你就好像面對面那樣觀看 同樣說 我們現在認識的只是局部 到那時候 我們就會全部認清 所以我們在現世生活裡面 我們去討論這些 死後的世界 其實是模糊不清的 其實是模糊不清 我們會嘗試用某一些 我們能夠理解的概念 圖像 事物 去幫我們明白多些 幫我們明白多些 但是不要將這些概念 圖像 事物 絕對化了它 它是應該幫助你 信仰更加有力去生活的 這個才是重要 這個才是重要 好 剛才那些全部是地獄的 其實只有這一個是天堂的 事實上在聖經裡面 是沒有直接說天堂的內容 這個天堂其實就是 最明顯是 耶穌被提到 魂彩上面 最後那句就是 我們就常同主在一起 這個就是所謂的 對於天堂的描述 不過到後來 就漸漸發展出現了很多 關於天堂的解說 描寫 好 講到這裡有沒有人 有事想問 我想問 最後那句的描述 是當時的人想像出來 還是親眼目睹 關於耶穌升天這個問題 關於耶穌升天這個問題 其實是初期教會 已經全部有這個說法 全部都有這個說法 所以我們的理解 他們確實是有這個 升天這個概念 即不是一個譬如 讓我們明白道理的 有可能是 因為我們回不了頭 回不了頭去講 究竟他當時是否見到 耶穌巴巴巴巴巴巴的 升上去 但他們是有這個概念去表達 究竟是真的 看著耶穌升上去 還是他們想用這個方法 像你這樣說 用這個方法 幫我們去明某些道理 我們就沒有辦法判斷 這個其實跟聖母升天的道理 是很相近的 不過 耶穌升天似乎近一點 聖母升天遠一點 因為我們說 如果說聖母升天這個道理 比較容易說 事實上在過去教會 沒有直接說聖母升天 事實上是初期教會 早期的時候 沒有說聖母升天的說法 事實上 關於聖母最後去了哪裡 有兩個傳統 一個就是我們天主教會的傳統 就是升天 東正教會的傳統 就叫做安眠 如果你看過的 就是聖母躺在那裡 通常很大條裙 不知道皮還是裙 然後十二小時圍著他 他就在那裡睡覺 他就在那裡睡覺 我們說 無論是升天或者安眠 實際上是跟我剛才說的 那種情況一樣 他是嘗試透過一些 我們能夠理解的圖像 的畫面 去傳達一個道理 就是聖母已經去了天主道 聖母已經去了天主道 聖母已經去了天主道 所以回到耶穌也是 如果你根據聖經的話 就是路加福音和中途大事錄 就直接寫耶穌聖天 其他幾部福音是沒有寫的 不應該這麼說 因為馬爾谷福音最後是有寫的 但馬爾谷福音最後的部分 其實是遲過真正的馬爾谷福音 最初的稿 簡單說最初的稿 那個時代 就是遲些 所以很多時候未必是 跟他同一個時代 馬爾谷福音也沒有直接說 但他們沒有直接描述過畫面之餘 他們是在內文裡面 有講耶穌聖天的 所以在初期教會很明顯 聖天這個表達是普遍的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有 中途見著耶穌聖天 就沒有特別這麼說過 不過這個比較複雜的問題 希望不要動搖你信仰 這樣說 中途大趙有第一張也說了 盧家和中途都有講的 盧家和中途 因為是盧家傳統來的 他們是有直接講到的 這裡再講多兩句 不過你覺得混亂 就當我沒有講過這樣 經常都是這樣 因為你經常記住 第一部福音的出現 第一部福音的出現 第一部福音的出現是公元七十年 馬爾谷福音 跟著是馬鬥和盧家 而耶穌死是大概公元三十年 大概公元三十年 換言之由耶穌死了 到福音的出現是過了四十年 所以你看到福音裏面講的東西 是不是就等同於中途當日目擊報道呢 就有討論餘地的 你可以幻想一下過了四十年之後 你媽媽講回四十年前某件事 就算她講回親身經歷 你都有點懷疑 後方不是親身經歷 現在是轉了幾手 所以不能夠說她有直接寫出來 我們就說那件一定是真事 你要讀福音 讀聖經你要留意這個特點 我們找一次都可以講講聖經 都可以了解多些 我們信經要討論 我信念耶穌聖經坐在聖乎的優惠 聖經坐在聖乎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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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回到那個問題 我不是說聖天是假的 你要搞清楚 你要搞清楚 她講聖天 其實她是講聖天 其實她是講耶穌翻了天主道 她是想講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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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剛才我們討論的 就是歷史上 她是否真的升了天 她是說兩樣不同的東西 這個是聖傳 是這個是聖傳 不是 她是聖傳來的 但是不代表 在歷史上就是這樣發生 回到剛才 為什麼我一開始要講那個故事 就是 媽媽真的跟我說 那隻狗是去了旅行 媽媽親口跟我說的 不是你的狗死了 沒有她沒有死 媽媽明明告訴我她去了旅行 那她是否真的去了旅行 那媽媽是否騙她 媽媽是騙她 也有的 但媽媽其實想說 那樣東西 其實她用了另一種方法 去表達死 她想告訴她 那隻狗不是真的消失了 她好像走了 那樣 終於你都會去旅行 你就會跟她在一起 是 我想問一下 那些勞家 或者中途大嫂 她們真的說 耶穌就升上去 當然沒有詳細描述 她就升天 確實是這樣說 但是聖母升天 其實是沒有的 聖母升天是沒有的 聖母升天是沒有的 聖母升天是一個 再複雜一點的問題 又要再開一次來講 很歡迎大家問 因為其實這些 有很多時候就是 卡住我們的位置 有時候我們覺得 講信仰給別人聽 很難 很難講得明白 給別人聽 或者我自己都不夠信心說 就是在這些位置 卡住了 所以大家如果有 的話 我們就可以一路 談下去 但你就要回到 我最初講的那個點 就是 其實在我們天主教裡面 很多表達 它是表達著一些 更加複雜的意思 而不是講一個 這個客觀的事實 你要有這樣的理解 你才能夠比較看得清楚 好 接著講教理 講教理之前 我也同樣對我說 我沒有寫下去的PowerPoint 我都可以講一下近年 關於天堂地獄的一些新動向 給大家聽聽 首先 第一個Point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一個新聞 大概是 在本督十六世做教宗的時候 本督十六世做教宗的時候 它是正式宣布過 有一個概念消失了 就叫做寧博玉 寧博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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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我們去講 寧博玉 寧博玉從來都只是一種神學意見 不是教會的信理 寧博玉 寧博玉是什麼呢 寧博玉 寧博玉就好像是Limbo 就是邊緣的意思 邊緣的意思 這個概念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在教會的信仰 我們以前相信 初期教會以後 發展到中世紀之前 發展下去 大家很強調有天堂和地獄 而且很強烈覺得天堂在上面 地獄在下面 有地方的 在這個有地方的情況下 有了這個概念 有一個地方叫天堂 有一個地方叫地獄 在這個情況下 再發展下去 發展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 當時又有另一個相信的道理 就是 教會以外無救恩 你不在教會裡面 你就沒得救了 你就要下地獄 你就要下地獄 其實當時有這個概念 和背景很有關係 因為當時 其實整個歐洲 全部人都信教 你不會不信教的 你不信教 你根本就不在社會裡面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在中世紀 你獵巫時代 即女巫很盛行的時代 其實當時的處理方法是怎樣呢 就是教會判斷你是女巫之後 其實教會是不會殺人的 教會就是開除你教友的身份 交給政府 而這些無神論者 就是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所以才會處死 就是那個邏輯是這樣的 所以在教會裡面 全部人都在教會裡面 所以大家很安心 大家都去天堂 本來 但是有什麼令人不安心呢 就是 當時由於領世 還是一段時間 就是主教才能夠幫人領世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小朋友出了世 小朋友出了世 腰節率很高 所以有些小朋友 在未領世之前就死了 那信仰問題就出現了 這個信仰問題是什麼 是的 這些小朋友究竟去了哪裡呢 是 他們未犯罪 所以那些神學家很忙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未犯罪 但是他有原罪 那他是不是要落地獄 那他是不是要落地獄 就有人另口 於心不忍 那媽媽通常是於心不忍 你也會於心不忍 那個弟弟那麼可愛 死了你說要落地獄 傳統的落地獄很痛苦 又被火燒 很殘忍 很困難 但是 跟另一個道理有衝突 跟教會意外無救因有衝突 如果你說不是他升天堂 不行 結果就是有些神學家 就創造了這個Limbo 出來了 靈博育出來 即是說在邊緣 在邊緣那裡 就是給這些有原罪 但是沒有本罪的 嬰兒妻生的地方 究竟這個世界是否真的有個天堂邊緣 當然有神學家說那個邊緣不是天堂的 是在地獄邊緣的 有兩派的 即他沒有那麼慘落地獄 但是他都要在地獄邊 有些就說不是 他沒有資格入天堂 在天堂邊 有兩種意見的 這個靈博育 其實無論哪種都好 其實他是嘗試去解釋一個信仰生活的問題 的方法 就跟剛才的教友 或者你武道班的導師 其實本質上是一樣的 即他嘗試用某些方法 幫你去理解這個信仰 他幫你理解這個信仰 他就會創造一些想法出來 可能這個想法 在當時的處境 是解決到一個問題的 或者是有益的 那些媽媽立刻安心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信仰是否會好些 不是他就很迷惘 我兒子這麼可愛死了 你又說他落地獄 我很難接受 這其實是去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他在中間床下都沒有 是 但是他至少安心一點 他去不到那個位置 至少有個位置讓他安心一點 又是回到那個問題 實際上那個 究竟他有多安心 又是一個問題 可能有些父母都是去爭取 都是要進入Bang1學校 我們不知道實際是怎樣 我想說什麼 又是回到那個問題 就是當我們有某些概念的時候 我們其實拿著那些概念 然後去到現實的信仰生活 我們會藉著那些概念 嘗試去解釋某些問題 這個很認真說 就變成了一種神學意見 你那個未必是神學意見 但其實同樣地 你都會嘗試用很多方法去解釋 用很多方法去解釋 但你要小心 譬如這個講法 盛行了幾百年 在座都應該有不少人聽過這個講法 這個寧博玉的講法 但最後 本督十六世是正式出來講 正式出來講 這個是神學意見 不是教會的道理 間接他就否定了這種講法 於是我想說 這個講法是否叫做錯呢 如果你用現在半督十六世的做法 即是他是錯 但我不會這樣說 我會說 他完成了他時代的任務 正如我們現在坐在那裡 你是教友 你對於信仰 你也是有某些演繹的 那個演繹是幫你過更好的信仰生活 這個是重點 但是你要小心 就是 第一他幫不幫到你過更好的信仰生活 第二 又是回到我的問題 你有沒有絕對化了這個講法 即你要留意這兩點 即如果他幫你過到更好的信仰生活 他未必是很圓滿地對 但是他也是有益的 那你就要小心 你就不要把自己的講法 當成唯一的答案 當成唯一的答案 他可能在你今天 你對信仰知識的了解 你的信仰的領悟 導致你用這個想法 幫助你的信仰去到這個地步 但可能隨著時代的轉變 你的人生經驗 或者你的知識的增加 這個講法是會改變的 行不行 所以第二個動向 其實有一次 其實教會講了很久 但幾年前 當時還有蘋果 蘋果就突然當成新聞報 就說 其實是沒有天堂和地獄這個地方 天堂和地獄不是一個地方 教會其實近年已經是這個講法 它不是一個特定的地方 即不是一個移民的熱點 它不用這個方法去表達 在過去很長的時間 我們會覺得 天堂是一個地方 地獄是一個地方 我們就去那裡 但實際上 教會已經講了 現在講了 它不是一個物理上的地方 即不是隱藏在宇宙的某一處 那個情況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它這種表達 就算在教會裡面 這個表達本身是會有改變的 你聽到這裡 有些教友的樣子開始很迷惘 什麼都會變 每樣都告訴我變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要回到教理那裡 雖然教理也有機會變 但教理一般不會變的 核心思想不會變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教理 就會幫助你更加掌握到 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什麼 譬如這裡講 關於地獄先的 地獄1035條 1035條就講了 教會的訓導講明 地獄的存在和永久性 其實你們很多時候讀教理 是困難的 我經常都半開玩笑 教理的特點是什麼 就是你每個字都看得明白 但你不知道他講什麼 教理有那個特點 因為教理呢 第一 他本身是有一套 其實教會的神學思想 在背後的 第二 其實他很多表達 背後是有背景的 你不知道那個背景 你就不明白 他為什麼突然說過這句話 比如這句話 你就覺得很奇怪 可能是 為什麼教會要聲明 地獄的存在和永久性呢 因為有一些神學家的表達 就說其實地獄是虛 不是虛構應該怎麼說 地獄是一個概念 他的說法就是 因為天主的救恩是普遍的 天主是願意每個人都得救的 所以去到最後 應該全部人都會得救 所以地獄是不用存在的 有些人這樣說 這個說法 教會訓導就說明是不可以的了 這個不可以就是 因為涉及到另一個概念 就是自由的概念 因為如果天主已經硬食 要我們全部人都得救的話 我們就沒有自由了 所以兩個概念是爭論 所以就不會接受這個說法 你要明白那個明明的地方 所以你不能夠說沒有地獄 你不能夠說一定有人在地獄 都是一樣東西的兩面 如果沒有地獄 沒有地獄 你又沒有自由 一定有某人在地獄 他又沒有自由 所以兩邊都不可以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教你那個說法 你就會比較明白 其實他講地獄 很多時候 就跟自由選擇有關 跟自由選擇有關 我們後面講現在 怎樣講地獄的概念 就是很重要 無論是現在第一點 他存在 還有最後一點 天主是沒有預定任何人落地獄 都是涉及到一個所謂人的自由 抉擇的問題 中間那一點 就是處理我們剛才講的問題 他就說 傳統是以永火來描述地獄的痛苦 教你沒有否定傳統這種說法 不過他說我們是用永火來描述這種痛苦 他沒有說到是真的找火燒的 沒有說到真的找火燒 而指出其實地獄主要的痛苦 就是跟天主永遠分離 這句就是整個關於地獄的道理的核心 其實說了那麼多 其實如果你說 要一句到底 所謂地獄就是人跟天主的永遠分離 而人跟天主的永遠分離 就是一種最大的痛苦 這種痛苦是痛苦到甚麼地步呢 就好像被火燒一樣 這個就是教理想講地獄的一個概念 所以教理就嘗試他不用那些圖像 和象征 他就用一個概念來幫大家明白 這個概念就是 人完全地拒絕天主 就是地獄了 所以剛才那位教友講的那個點 其實是的 如果你今天已經下定決心 完全地拒絕天主的話 你今天就在地獄那裏 但我們很少人這樣有決心 就是這樣 你都是想做好人的 因為你要理解 當然這裏都有演繹的問題 後面會再詳細講 當我們在教會裏面講天主 你就會想到一個 頭髮白白鬍鬍的老人家 我就完全拒絕他 我這樣想 我們想天主大概是一個形象 是這樣想的 但是這裏講天主其實是 講的一個概念就是什麼呢 就是真善美 你如果再準確一點去講 因為教會裏面他當然是用天主來寫 其實他就是完全拒絕真善美 如果你今天下定決心 這間書局很醜樣 旁邊的人很賞 我說的東西全部廢話 你完全拒絕的 每一件事都衰的 每一件事都衰的話 很明顯你在地獄 就是這樣的道理 這個所謂拒絕 你這樣可能會幫助你 容易明白那個意思是怎樣 又是 天主也是一個概念 你可能在想 很多人都不理天主 但其實沒有人 沒有人是完全真 完全善 完全美 而且決意拒絕了他 就算你現在沒有真善美 很少人完全拒絕了他 如果你拒絕了他 你真的很痛苦 其實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反過來 我們如果說天堂 其實是同樣的意思 你看到1025條說 在天堂就是與基督在一起 地獄就是跟天主完全分離 天堂就是跟天主在一起 所以你看到這些都是這樣描述的 與天主並與所有在基督內眾生的幸福共融 就是天堂 就是天堂 但是你看到這個說話 然後你看到教理的說法 是什麼 第一這個是奧積來的 超過一切的理解和表達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種與真善美 而且與眾生都能夠幸福共融 是我們沒有辦法理解的 你想想想一下 剛才我和你說 剛才也有很多教育的額頭 就是完全與天主分離 就是你完全拒絕真善美 這個你明白 我說現在我們這裡的人 到最後我們跟基督在中間 然後我們這些人全部保持到自己 但是又是完全一體的 共融是這樣的意思 你明白嗎 你明白我在說什麼 我都不明白自己在說什麼 你可以幻想一些 但是你實際沒有真實的概念和感覺 但是這個就是天堂 天堂就是你和天主 你和天主共融為一體 但是又分開的 不是他吃了你 你沒有了自己的意識 你依然是你 他依然是天主 但是他又是你 你又是他 類比最多是這樣 這對足球隊好像一個人一樣 整對球很厲害 好像一個人一樣 這些我們明白 但是其實我們還沒有去到那個地步 我們可以類比 事實上可以類比 我想說 為什麼他會是一個奧積 就是這個意思 是一個奧積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超過一切的理解和表達 這個是回頭說 正正是這樣說 就是你會明白 為什麼很多時候 教會又要用很多 象徵啊 圖像啊 狀況來解釋給你聽 或者你作為武道班導師 你為什麼要這樣解釋 那又是回到那個問題 其實我講來講去都是那個問題 你就明白 他好像一隊足球隊 他好像一隊足球隊 好像一隊配合得很精密的足球隊 那樣 就是天堂了 就是天堂的狀況 跟著教會就說 天堂就是踢足球 那就糟了 你明白嗎 你要明白 有時候我們就是掌握了那個 我們透過這些圖像幫我們掌握了之後 我們把圖像當作了答案 就要小心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它是幫助我們的 我們也是用這些東西來幫助別人明白的 但是你也是不要把那樣東西 變成了絕對化 這個其實在禮儀上是最常見的 就是今天沒有那麼嚴重 譬如我們的聖體聖事就是這樣理解 那個聖體是基督的身體 這個是基督的身體 我們不是否定 但是那個真實性去到什麼地步呢 傳統有些情況 以前我有一個教授說過 他小時候做父子的時候 他就說 當時對於這個基督身體的理解 就是他真是神聖到不得了 你只要用一隻手去碰它 你會死的 身體的演繹 因為他用藥櫃的概念 大家都知道 藥櫃搬的時候 那些人如果不小心碰到會死 我們這位教授說 他做父子的時候 有一次不知為何 就看到一個聖體小小的一部分 不知為何跌了在祭台邊 他就覺得耶穌很慘 這個是耶穌來的 很慘 但是我碰到會死 我去不救耶穌呢 他就說 他終於看著台下的媽媽一面 跟他看了 看著他一眼 跟媽媽說了一聲告別 就去撿那個聖體 這就是我們對於聖體的尊貴 去到真實生活的作用上 我們就要小心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最後也提一提 同樣地教會有這樣的字眼 你可以知道 天堂 就是來自剛才我引引寶祿那段說話 我們現在看鏡子模糊不清 終於有一天我們會面對面 面對面 這個面對面也是 你回去吧 這個面對面是一個表達 理論上 如果很抽象地說 天主是沒有面的 因為天主不是人 所以不能面對面 這個面對面就是指 我們會直接見到天主 直接見到天主 所以就叫做直觀 其實本來這個字眼是直觀的 但因為直觀是觀到天主太厲害了 所以就加個榮福在前面 就叫做榮福直觀 就是說到我們死了之後 我們會終於見到天主 就不是現在這樣了 現在見不到的 現在天主透過很多東西來的 到時會見到天主 當然教理會再說 你見到天主不代表你明白天主的 不要以為到時自己什麼都明白了 當然實際是怎樣 我們沒有人知道 這個就是當時教理的表達 當然這個榮福直觀 就是一個很傳統的表達 過去都是這樣去表達的 所以我就說了 你看了這堆東西之後 一邊講到這裏的時候 我就想說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對於教義 大家現在這樣聽了一堆東西 我們對於教義 我們是需要學習的 我們信仰 或者信仰的生活中 我們需要學某些東西 但其實你學了某些東西之後 更加重要就是你去實踐 這個實踐不一定去做這個意思 譬如剛才你學了天堂地獄 你不是真的要去做一些東西 但這個概念 天堂地獄的概念 我們後面會再講的 即現代版的講法 你會學了一個表達的方法 學了一個表達方法 其實各種的表達方法 沒有說絕對地 這個一定是對 這個一定是錯 但是你學了那個表達方法 其實它是會影響你信仰的生活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這個實踐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當你接受了這種講法 你怎樣在這個指導思想之下 成為一個更好的教友 所以這個就叫實踐 到實踐的時候 其實你可能會覺得不對勁 就是落差的出現 這個想法 譬如我們用傳統的講法 傳統會跟你說 你做壞事就會落地獄 你做壞事就會落地獄 你做好事就會上天堂 你很害怕 於是你就想不做壞事 最後 如果你做壞事的話 最後天主就會審你 你就會落地獄 你就會嘗試做好 但是這個概念可能 可能改變不了你的 某些壞事你都是繼續做 或者某些壞事其實你沒有辦法避免 譬如情況就是有神父很嚴厲 就說你來聖堂 遲過15分鐘你就落地獄 但是可能你要照顧 可能要上班 可能各種原因 導致你真的沒有辦法做到15分鐘 這個就是落差 你沒有做到這個概念 不是未必是你願意做 或者你都是眼睡 你都是覺得不對勁 就是各種原因 總之你就有落差 這個說法就會令你再想 究竟這個道理對我生活有甚麼影響 如果我覺得這個道理也是對的 可能你要再學習 你要再認知這件事 可能怎樣可以處理 或者認知你生活 但可能你的反思是怎樣 有些人的反思就是這樣 譬如傳統這種說法 經常說你做壞事就會落地獄 最後天主就會判你 所以有些人就會說 我最後悔改還未能 我何必這麼早做好事 遲些先 我的經驗就是我現在悔改了 遲些又煩 又要悔改又煩 這樣煩 一鋪清了它就算了 有人會是這樣的想法 落差就是這樣 其實這套說法未變成 可能有些霧道者都會這樣問 其實就是因為傳統這種 最後埋單計數式的天堂地獄觀 就會導致這樣的問題 所以是不是傳統的天堂地獄觀 不對呢 又是我回到那一點 其實它未必是不對的 但是這個時代的改變 導致我們可能要用另一種方法來表達 這個情況會是這樣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想想 於是我們這裡說 你說天堂和地獄 其實跟你信仰生活有甚麼關係呢 我剛才說過那種情況 傳統的理解就是我們審判了之後 傳統的天堂地獄是怎樣的呢 就是如果你還是 應該沒有 我都不是這樣老的那些 最傳統講萬民四末的 就是死亡審判天堂地獄 你死了之後 天主就來審你了 審你就判你上天堂或者落肥獄 四樣東西齊齊了 這個是傳統的講法 但剛才教你的講法呢 就說天堂地獄就是 同天主在一起 同天主永遠分離 兩種情況 你覺得這兩種講法 對應信仰生活有甚麼不同呢 如果用第一種傳統的想法 你覺得會過一種信仰生活呢 用第二種想法 你會怎樣過一種信仰生活呢 這樣 我又好像剛才這樣 給五分鐘時間 這個比較複雜 給五分鐘時間 大家和左右都可以談一談 就是你傳統對天堂地獄的理解 你覺得會怎樣影響你的信仰生活 第二個 這個同天主在一起 或者分開 在一起就是天堂 分開就是地獄 你死後 這個就是說 又對你現在的信仰生活 會有甚麼影響呢 好 大家可以先聊一聊 謝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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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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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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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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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